畫面上就是立法委員蔡遜 邀請各單位進行會上的狀況 包括公路總局台北市區監理所 基隆監理站市議員張知好 市政顧問洪森永 魯冰花文化促進會理事長吳化嘉 針對9026大五輪到南港的路線 進行意見交換 希望維護通勤民眾的權益 我今天特別來邀請我們監理所的所長來 就我們轄區內9026客運路線行使的問題 那我跟我們幾位議員都非常的關心 那目前來講我會來要求公路總局 監理站這邊來強力來轉資客運業者 在還沒有完成正式的交接事項之前 絕對不可以有停死的部分 那這個部分是事關這個大宗權益 交通運輸乘坐的權利 那我想剛剛公路總局也表達非常清楚 他們會就這件事情來強力的 來做主管機關的立場 來要求服務不能中斷 我覺得這最重要的 那第二個是我們期待也能夠維持 一定的服務品質 那這個部分我想交通部 公路總局跟建立所 站在主管機關的角色 他也會強調這個部分 所以我們今天非常高興 公路總局我們跟他談談 結果這兩個重要的意見 那公路總局也會如實 來就他的管理事項 來督促相關所屬的客運業者 繼續來維持 那我也非常感謝我們民意代表 各位議員都對於這個事情都很關心 也讓我們的市民可以了解 不論9026路線最後經營權怎麼樣的更替 那民眾的服務品質 民眾的乘坐的需求 這個部分可以繼續維持下去 記者黃日生 基隆報道